而玉里警分局在20号的凌晨2点多 惊传了枪响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位35岁的陈姓男子因为违法持有50刀 被警方依枪划弹药刀谢管制条例带回警局侦讯 那么当时陈姓男子堂哥以及友人来警局探望 而陈姓男子就特别要求警方要和亲友抽根烟 警方陪同陈姓男子出去后 没有替他上铐 而陈姓男子竟然就起了歹念趁势拔腿逃跑 警方连开两枪制止 而其中一枪就打中了陈姓男子的腹部 被送往花莲慈激医院救治 监视器画面一看看到一名男子把亲友推到一旁就拔腿就跑 远警见状立刻向前追赶 并且跑了两条巷子为了逮捕到案 远警开枪制止 玉里警分局20号凌晨2点多惊传枪响 这名35岁陈姓男子因违法持有50刀 被警方依照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带回警局证据 当时陈姓男子堂哥跟友人来警局探望 警方陪陈姓男子出去时没有替他上铐 陈姓男子竟然起歹念趁机拔腿就跑 警方连开两枪制止 其中一枪打中陈姓男子的腹部 被送往花莲慈激医院来治疗 虽然有两名同仁在旁借护 但陈贤发现有机可乘 即将其堂哥推向警方 转身就跑往侦察队前的围墙翻墙逃逸 远警在后紧追 追至玉里国中侧门的大门 嫌犯仍要爬铁门逃脱 远警于是在第一枪先对空鸣枪 第二枪朝起脚步开枪制止 嫌犯左腹部因而中枪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针对远警戒护人犯疏失 玉里警分局督察科已经着手介入调查 玉里分局会依照规定 陈处并且加强训练 为了要阻止嫌犯逃脱 所以说是符合 警卸使用条例的用枪时机 上手铐的部分 我们会加强交易训练 并且予以查处 那如果有疏失 我们会予以惩处 远警立即追人先对空鸣枪 随后朝震在喷爬 玉里国中围墙的成姓男子开枪 成姓男子腹部重担倒地 转送花莲慈基医院 没有生命危险 分局长表示 远警开枪时机初步调查符合规定 但是没有上钓 导致犯嫌脱逃疏失的部分会再理清 记者高雄雄运阵采访报道